大家好,很多网友都知道美国一直被非法移民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 最近这两年闹得是愈演愈烈了 美国只跟两个国家接壤 一个是加拿大,一个就是墨西哥 加拿大这边倒没有什么问题 两国的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界 他们的分界线有的是草地,有的是农田,有的是马路或者是小溪湖泊什么的 但是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也非常的漫长 大多数有特朗普建的墙或者是铁丝网或者是大河或者是峡谷 给美国和墨西哥分割开 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了每天从墨西哥偷渡过来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 那么这些人有的是墨西哥人,有的是从其他国家过来的 比如是委内瑞拉的或者是威地马拉的 他们借到墨西哥也要进入到美国 目前这些非法移民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 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偷渡到美国 在美国境内已经有超过1100万的非法移民存在 这些偷渡客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压力 非法移民集中的城市已经是一团糟了 很多美国的大城市无力承担这些非法移民的费用 纽约市开始还租这个豪华酒店的客房给这些非法移民免费居住 后来纽约市长也宣布不行了承担不了这些费用 你们别来了 而这个芝加哥市的市长索性用大巴车把这些非法移民送到郊区 爱干嘛干嘛去不管不顾了 当然了这种行为呢也引起了很多所谓善良人士的不满 有议员就说了把这些非法移民送到郊区的行为是邪恶和不人道的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租了两架飞机 把50多名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送到前总统奥巴马他们的家门口去了 那么奥巴马他们呢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岛上的高档福人区 这里的平均房价超过400万美元 而美国的平均房价才40多万美元 为什么佛州要租这个飞机送非法移民去奥巴马他们家呢 因为奥巴马呀对这些非法移民呢是持欢迎态度的 并且他住的州就是这个马萨诸塞州和这个纽约州 还有加州这几个地方呢都对非法移民的表示友好 给他们提供免费吃住啊 孩子免费上学 医疗费用也是由政府来承担 那么佛州州长就发布声明说了 既然你们那么喜欢这些非法移民 那就送到你们家去吧是吧 那你们来热情招待吧 奥巴马家的这个小镇的镇长说了 说别送我们这来 听说不只是佛州还有德州和阿拉巴马州 都要把这个非法移民送到我们这个小镇上来 那我们可承担不了压力太大了 现在呢这50多个非法移民呢 在这个小镇高中啊吃饱了饭 在镇上的教堂啊睡足了觉 镇上呢正在想办法到底要把他们怎么安排 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好的去处 为什么大家对这些非法移民都唯恐避之不及呢 因为呀这些人呢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把这个食物银行的食物啊都给领光了 当地的这个美国的穷人呢都没地去领这个免费的食物了 那么这些非法移民的孩子把公立学校的这个名额都给占满了 本地美国人小孩呢都物学可上了 那么这些非法移民呢生病 他们也去医院看病 但是呢他们不给钱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最后呢还是由这个当地政府啊给兜底 除了抢占社会福利 他们还抢走很多低端的工作 导致美国普通人的失业率大增 还导致呢这个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啊大幅度下降 在边境城市大量的非法这个移民聚集 导致公共卫生的环境脏乱差 他们随地大小便 臭气熏天 满地都是垃圾 居然呢还有人抓了这个宠物狗 当街宰杀烤了吃 在样利桑那州的一个边境小镇叫尤马市 一个仅仅十万人的小城市 已经有超过二十五万的非法移民涌入 墨西哥来的帮派分子在街头呢 肆意开枪 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 街头就已经发现了四十八具尸体 这个小镇自从今天夜份开始到现在 就要为那些非法移民支付医疗费用超过两千万美元 非法移民呢 是美国长期以来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这两年啊 偷渡到美国的人数飙升呢 据说呢 是因为啊 第四十二号法案 而且呢这个法案到今天五月十一号就失效了 就过期了 那么很多的非法移民呢 拼命要在这个四十二号法案过期以前呢 要进入到美国 很多网友啊 以为这个法案呢 是对一个非法移民友好的法案 实际上呢 恰恰相反 这个法案呢 是特朗普时期实行的 是对这个非法移民不友好的法案 四十二条法案呢 是一九四四年颁布的 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在这个大疫情爆发的时候 美国可以禁止来自疫情国家的人 进入到美国 从而保护美国人自己 二十二零年 特朗普呢 就引用该法案 以这个新冠疫情为借口 对这个试图啊 非法跨越陆地边界 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全部驱逐 而且呢 无需评估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和保护要求 意思呢 就是不管这些非法移民有什么理由啊 就是不能让进入到美国 如果你们进来了 也要驱逐出去啊 只要不是正常通过海关进到美国的都不行 现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 美国已经根据此法案 驱逐了两百八十万的非法移民 但是呢 这个法案虽然是严格的 管理呢 却是疏漏的 就算美国啊 每年抓获了一百多万非法移民 还是有大量的人呢 漏网进入到美国 按理说呢 从这个五月十一号开始 第四十二号法案失效了 对这个非法移民呢 是好事 理论上呢 能更容易的进入到美国 因为美国不能不问青红皂白的 就把人都给驱逐出去 美国呢 要分辨这些被抓到的人啊 这些非法移民 哪些他们的理由是合理的诉求 哪些人是可以留下来的等等 不过这些非法移民呢 他们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认为呢 第四十二条法案严格 但是呢 管理松懈 如果这个法案失效了 边境管理是不是会变得严格起来呢 美国总统拜登说了 最近一段时间呢 这个美国边境肯定会乱一阵子 好了 视频的最后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橱窗商品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考虑支持一下 谢谢 视频道 感谢观看